這個用到這個嘛 對不對 那這個要用到這個嘛 所以這兩個式子都從哪裡來? 都是從這個來的 都是從commutation relation來的 這樣清楚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我們需要的是 這是我們在以後要得到那個 找這種量子化的時候 需要用到一些 要先要用到一些那個 一些那個operator 那這個很容易證明 你們可以自己做看看 這很容易證明 我們現在用加跟減來表示 以後我們就知道它物理意義了 我們先用加跟減來表示 這個很容易證明 是等於這個 這個也需要用到這個式子 這樣可以嗎? 這也需要用到這個式子 那我們另外看一個 L平方跟LJ 就是L平方跟LJ的怎麼樣? commitator 然後我們把它帶進去 那我們左邊看第三項 這是LJ平方 它乘向LJ三次方 這是LJ乘向LJ是怎麼樣? LJ三次方 所以這兩項怎麼樣? 消掉了 所以我就不用寫了 那這個是等於 剩下這四項 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看這是等於LX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我們看這一項 這是等於LX 這個我們用commitation relation XZ的用這個 我們可以換成什麼? 我們把這兩個對調 得到什麼? 得到LJ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怎麼樣? 這告訴我們說 對不起 這是LJ LX 對不對? 減掉LX LJ 等於IH bar LY 是不是? 所以這邊是 XZ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把這一項移到右邊來 這一項搬到左邊去 所以我們就得到多少? 減得多少? IH bar LY 是不是? 那我們就看一下後面這一項 減掉後面這個 對 這個LJ LX LJ LX 我們把這一項搬到右邊去 有沒有問題? 把這個搬到右邊去 所以我們就得到 LX LZ 然後再加上 IH bar 是不是? 我們看這什麼東西出來 我們看 這一項是 LX LJ 然後再LX 這是 LX LJ 再LX 所以這兩項怎麼樣? 消掉了 所以這一項 對不對? 送下的是怎麼樣? IH bar IH bar LX LY 那這是 減掉 IH bar LY LX 是不是? 那你再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 用相同的方式 用這個換 這是Y 用這個 這樣會了沒有? 然後最後你會發現怎麼樣? 後來全部都怎麼樣? 全部都消掉了 就這一部分的 這邊不是有LX LY嗎? 這邊也有怎麼樣? LX LX LY LY跟LX 這一部分跟這一部分怎麼樣? 跟這邊怎麼樣? 完全消掉了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什麼結論? 等於零 我這個就不寫了 最後結論是等於零 這個零把它添進去 你們自己把 用這個 用這個式 會了嗎? 用這個式把它添進去 然後你們發現最後怎麼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看 我們得到這些結論 我們得到這些結論 都是根據什麼前提來的 都是根據這個來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剛剛 我為什麼跟你們講說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個 基本原理一樣 這樣清楚嗎? 從這個基本原理 我們得到什麼樣? 得到這些關係式 清楚了沒有? 那從這些關係式 我們得到什麼呢? 得到角動量的量子化 我再講一次 從這個 commutation relation 我們得到這些關係 得到這些式子 從這些式子 我們得到什麼? 得到角動量的量子化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看怎麼樣得到 我們看怎麼樣得到 角動量子化 首先我們根據這個 L平安跟LJ等於0 這兩個算符是怎麼樣? 是commute的 我們來複習一下 兩個算符 兩個算符 如果commute的話 具有什麼意義? 白講啦 本來就是commute 比較表示可以交換 我們以前曾經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 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蛤? 對 他們有共同的什麼? 有共同的 eigenfunction 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證明過這個 所以 L平方級有共同的 這樣會了嗎? 然後我們以這個函數 我們現在先用這個符號 來表示 因為我們這些圓方式 都稱之外 角度跟R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用怎麼樣? 我們知道它是角度函數 然後這個L呢 是代表 L 這個L代表L平方的 eigenvalue M呢? 它雖然有共同的 eigenfunction 對不對? 但 eigenvalue 一不一樣 eigenvalue 是不一樣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前頭這個 前頭這個是代表L平方的 eigenvalue 後面這是代表LJ的 eigenvalue 相同函數 但對這兩個算符來說 eigenvalue不一樣 但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L跟M是什麼子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你們數上是用這個符號 這是你們數上的符號 相信什麼? 那這是等於 等於這 你們記錄一下 這是你們數上用的符號 那你們知道 所以後面這兩個 後面這兩個是代表 eigenvalue 這樣會了嗎? 前頭這是L平方的 後頭這怎麼樣 是LJ的 那這邊是函數 是角度函數 就是立體角的函數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下面就要決定 L跟M是什麼量 這樣知道我們要做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下一步就是要決定 M是多少 L是多少 到這一步有沒有問題? LJ 那我們下面就要解 M跟L我們要解出來 當然包括那個函數 包括數學函數 我們把它解出來 剛剛有同學提到鏡像 我剛剛講過 這兩個算符跟R不關 這兩個算符只跟怎麼樣 只牽涉到角度的微分 所以我這邊只有寫角度的函數 沒有R的函數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先解決最簡單的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是LJ 我們再把LJ的算符帶進來 對不對? LJ的算符怎麼樣? 相對拍角的微分 有沒有人解? 然後我們把那個 我們先分離變數法來解決問題 那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LJ跟L平方的 共同的 eigenfunction 那既然是 eigenfunction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是不是? 這是 eigenvalue 一個數目 我們這樣寫的話 表示說 我們知道這是角動量 這是角動量 對不對? 那我們把H bar H bar也是角動量 H bar是角動量的單位 所以我們這樣寫的話 表示M是什麼量 M是個數目 它沒有單位認識的 因為這是角動量 這是角動量 這也是角動量 對不對? 所以M就怎麼樣 M就變成沒有單位了 沒有單位認識了 就變成純粹的數目 然後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I H bar H bar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是C的函數 這是對什麼違分 對5角違分 所以這跟它有沒有關係 你有說明可以怎麼樣 可以提出去 然後兩邊都怎麼樣 兩邊都消掉了 然後原先是偏違分 偏違分 還是我改成全規分 是不是 那你會不會解這個為用方式 這很簡單 這很簡單的為用方式 對 所以 所以我們都得到一個常數 然後 就是說 IA 然後 H bar 消掉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解 這應該很簡單 那我們如果把它 歸易化的話 C變成多少 我們把它歸易化 應該很容易想 立體角的積分等多少 不是 Fy角 對不起 0到二派積分 對Fy的積分是二派 所以積分是二派 所以C應該多少 更號 還要開更號 所以我就直接寫了 如果規化 如果規化 然後我們來看它的物理液 你們知道Fy角是什麼物理量 就沿著G走 沿著G走那個轉角 那我們看 如果轉一圈以後 Fy變成什麼值 二派 對不對 如果是函數的話 轉一圈以後 變成相同的角度 那函數 我們講函數的話 那值應該怎麼樣 值應該一樣 值應該一樣 所以如果要 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 我把它帶進去 所以是 i的 m 然後 pi加上2π 等於怎麼樣 i m pi 對不對 那告訴我們說 i m 2π bc等於1 那告訴我們說 m必須多少 對 m必須整數 這樣會了嗎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 m必須怎麼樣 m必須整數 所以就把結論寫在這邊 所以告訴我們 m呢 m是整數 所以我們已經得到怎麼樣 我們已經得到那個 Lj的怎麼樣 的 eigenvalue 那 eigenvalue是怎麼樣 是一個整數乘上h bar 這樣會了沒有 所以我們已經得到一個了 我們已經得到 m的 eigenvalue 對不起 Lj的 eigenvalue 是整數乘上h bar 那我們 我們還要得哪一個 我們下面要得l平方的 這樣會了嗎 我們下一步要得l平方的 然後在得l平方之前 我們先做 先有一些 先做一些 基本的特性 我們對立體角積分 你們應該都會立體角積分吧 你們 可能從以前的經驗 以前你們的學長 有些很多同學 還不曉得立體角積分是怎麼積分 不 立體角是怎麼寫 不知道 應該會了吧 都會吧 ok 那我們來看這個積分 這積分 如果我們跟 我們如果把這個寫成這樣子 如果 如果它 eigenvalue 我們把它寫 這是 eigenvalue 這邊有一個地方沒有 我們知道 eigenvalue 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數目 然後乘上一個 因為這是角動量平方 那我們知道h bar 是角動量單位 所以它的單位 它的單位因次 跟角動動h bar 平方是怎麼樣 相同的單位 所以這告訴我們 蘭達是什麼量 對 純粹數目 因為它沒有單位因次 這樣會嗎 這樣會嗎 那我再把蘭達寫成這樣子 你們可能會覺得奇怪 我為什麼可以寫成這樣子 到後面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只是把它寫成這樣子 而已 所以我們把它 eigenvalue 寫成 到這一步 我們不曉得l是什麼 我們還不曉得l是什麼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們故意 故意把這個 eigenvalue 寫成這個形式 那這個l就是前面這個l 那這個l的值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看 然後我們這個l 平方就用它 所以這等於什麼 好嗎 l乘上 l加1 18平方 對不對 給 東西有沒有問題 那 如果這個韓式是 歸一化的話 如果是歸一化 這基本等於多少 等於1 所以就等於4 這樣會了嗎 我們以後就知道 我們現在就把它寫成這樣子而已 然後你寫成lambda 也沒關係 那你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就先把它寫成lambda 對 我們下面慢慢解就知道 結果我們 我們故意把它寫成這個形式而已 這完全沒問題 但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這是什麼量 我再寫回去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要寫成這樣子 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從 Iganvalue這個公司 去得到這個結論 另外我們就直接解 我們不用 另外我們再解 另外再解 我們不用Igan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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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積分 是不是 就我們直接帶進去 那我們看 我們這邊有三項 xyz三項 對不對 我們先一項一項來 這是x平方向 還有y平方的 z平方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東西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把x平方寫成兩個 Lx乘上lx 原先是平方嘛 平方就是兩個相乘嘛 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個分成兩部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從Hermission Hermission Hermission 我們那個公司 你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寫成這樣子 Lx的 是不是 它是等於 Hermission 叫Hermission Hermission 兩次 然後這個帶到這邊來 同學 這一步有沒有問題 你們都沒有反應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這一項呢 這一項跟這一項 我們知道Lx怎麼樣 是Hermission 是Hermission的 Lx是Hermission的 Hermission等於它什麼 等於它本身所有把怎麼樣 我把這個Dx擦掉了 所以你們看 這個基因等什麼 等於一個函數 成像它的什麼樣 成像它的共惡負數 所以永遠什麼樣 永遠大於等於人 這個掛斧 是不是它的共惡負數 這個一樣的啊 這個跟這個是完全一樣的啊 只是它是共惡負數啊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一個函數 成像它的共惡負數 永遠什麼 永遠大於等於人 對不對 那這是X平衡 相同的呢 這一項跟這一項 也是什麼樣 也是相同的啊 這樣會有沒有 所以這個基因 永遠什麼樣 永遠大於等於人 會了嗎 就這基因 這基因永遠大於等於人 讓我們知道 這基因是等於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這也告訴我們說 這個量怎麼樣 永遠怎麼樣 永遠大於等於人 所以告訴我們說 L乘上L加E 永遠大於等於人 不是平方 是絕對指平方 這樣會嗎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eigenvalue L平方的 eigenvalue 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大於等於人 這是第一個特性 我們還需要用到一個 commutation relation 然後這個 這個我留 這兩個commitator 我留給你們證明好了 你們會不會 要不要自己試看看 這很容易證明 就用那個 原先那個 角度用那三個分量的 commutation relation 你又可以證明這個 另外還有這個 我們來看 這些 commutator 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論 首先我們看這個 這告訴我們說 L平方 是不是 不是 因為可以 比如說這兩個可以對調 因為它是commute 它是commute 所以這兩個可以對調 這兩個可以對調 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個 L平方 作用到它 得到什麼樣 L怎麼算 L加E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對不對 你們能不能看出 這個 這個式子的物理意義 你們能不能看出來 當然我們從這個條件 我們這個條件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對不對 能不能看出它的物理出來 蛤 對我把它掛不起來 有沒有看出來 有沒有看出來 告訴我們說 這個函數 是怎麼樣 L平方的 eigenfunction eigenvalue呢 eigenvalue 是 也就是它跟L平方的 eigenvalue 是一樣的 有沒有改變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當你把 L加減 作用到這個函數的時候 有沒有改變這個狀態 沒有 這樣會了嗎 它沒有改變它的狀態 L正的 或者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正負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先把它寫成正跟負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特性 就是說 L正跟負 作用到這個函數 不改變 不改變原先的狀態 我們現在把它看作是正跟負 就是它有它物理意的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物理意 我們現在是寫成正跟負 對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Lz 送給 Lz 然後作用到 L plus 那我們利用這個 commutation relation 這告訴我們什麼 L加 Lz 點掉 Lz Lz 等多少 FuH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帶到這邊來 就是說 把這個 這個是把它 拿到左邊來 對不起 這個搬到右邊來 這個搬到左邊去 我們就得到 對不對 所以這有兩項 Lz 它是多少 MH bar 有沒有看出什麼 有沒有看出什麼意義的算 有了 有了 那我們看 這告訴我們什麼 這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Lz 對不對 Lz的 eigenfunction eigenvalue呢 eigenvalue是多少 M加1 我們看 原先的ylm 原先的函數 eigenvalue是多少 eigenvalue是M 但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 L加 作用到 這個函數 我們得到什麼樣 變成什麼 變成M加1 也就是說它讓 角動量怎麼樣 在G方向分量怎麼樣 上升一單位 對不對 這1嘛 上升一單位 這樣會的嗎 所以 L加 它是什麼物理 對 它是上升的算幅 所以它叫什麼樣 叫 regin operator L加這算幅 它是regin operator 它 它意義就是怎麼樣 把腳動量 在G方向的噴量 把它上升 上升一個單位 就上升一個H bar 這樣有沒有聯想到 減學運動 減學運動 我們也有一個什麼 對 也有一個 Lagin operator 跟怎麼樣 這樣會嗎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我現在把這個 我們把它改成負的 如果把它改成負的 就變成這樣子 負的就要用在這式子的 這樣會的嗎 負用這個式子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得到這結論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所以負的物理是什麼 下降什麼樣 下降一單位 會嗎 所以 這是叫Lawrin 它一個是上升的 一個是腳動量上升一單位 這是腳動量下降一個單位 所以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函數 我們把它寫出來 寫開來 就是我們知道 這個函數呢 是那個m加1的 eigenfunction 對不對 那前面這邊有個係數 跟以前我們解那個 減學運動的情形一樣 跟我們解決 這邊有個係數 我們可以隨成 你們會不會把這個係數找出來 會不會找這個係數 會不會找 你用這個算 因為這個狀態是歸一化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對等於1 因為它是歸一化的 同時我們把這個 看這個等於多少 這裡 所以等於多少 7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從好 我們從這次子 我們從這定義 我們可以得到 得到這次子 有沒有問題 同時我們也知道 我們利用 可明信和醜 這可以換到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等於什麼 Y 然後怎麼樣 L plus的 可明信和醜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確定一下 這是等什麼 我們來做看看 你們看L 對不對 我們把那個 L plus的定義 我們把它帶進來 這不沒問題吧 所以這邊是等於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這是什麼 這是可明信的 所以等於什麼 這等於什麼 L減的 所以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 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沒有把它換成怎麼樣 換成L平方加什麼 L平方跟 我們再用一個公式 你用這兩個公式 你用這兩個公式 這是等於 L 等於這個 對不對 然後這個可以寫 這個可以寫什麼 這個可以寫什麼 L減掉 L加的 等於 L plus L minus 減掉 你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會嗎 所以變成是 L 那你再把這個 換成L平方的 會沒有 所以我把結果寫在這邊 L平方 最後你可以整理成這樣子 你們知道怎麼做 從這邊 這邊是這個 對不對 那這邊有一個LJ 這邊LJ的 這邊還有一個LJ平方的 有沒有 對喔 所以最後你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結論 我們把它帶進來好了 這是等於多少 這在這裡 所以是 L平方 減掉 LJ平方 加上 會嗎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這樣會吧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再 自己再 校對一下 推導一下 到這一步 知道答案了沒有 應該知道答案了 L平方 最後它得到什麼 L 從它L加1 H8平方 這個呢 減掉什麼 M平方 對不對 這M平方 然後再H8平方 這是怎麼樣 MH8 H8 所以都是有H8平方 但是這M 所以這邊 所以這邊 所以最後結果是 L加1 對不對 這是L加1 然後再減掉什麼 這是M平方 那在這裡呢 再減掉M 這樣會了沒有 所以C平方 C加的平方 就等著 在開根號 就得到你的答案了 會了嗎 那我們下次上課 我們再得到那個負的 這是加的嘛 我們得到負的 那這兩個公式 就C加跟C等這兩個公式 以後我們要用 我們再談到那個 角動量相加的時候 要用到 OK